欢迎各位再次回来质量效应仙女座的游戏流程 这是第15期了 我们上期也是说要来寻找这些先贤的所做的地方 我说过这个地图真的比较线性 所以说大家看这地图就知道了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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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其实它这个层次的话 跟我们其实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其实并不对应 就是说我们实际走的路线其实并不对应 跳着跳着其实它跳的地方可能比我们先看的那个地方还要低 还要高或者低一些 所以说我不是很清楚它的地图是怎么设计的 当我们来到这个的话 它这边的一个gravity well 就是重力井的话 它是横着走的 不是树着走 还能这样玩哈 可以这样玩 我恐高好不好听 我是真恐高 我这旁边的风景的话 反正 反正旁边都是闪电 如果进去的话肯定就直接跪了 跟我们在那个Habitat 7 就是说七号以及星球是一样的 我估计可能原来气候以及星球 就是Habarak它原来的设定的话 还在这里保留了一些 这么大一个空间 唉我多希望这里面有点故事 每次走到这种地方的时候都要往后面看一下 看这后面是不是藏了什么垃圾箱 有东西可以捡 一般都会有这种东西的 唉比如说这里 唉没有啊 欺骗我感情 基本上很多这个remnant 这些地下保障库所 或者是它remnant这些建筑的 大厅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嗯 嗯这回重力井就是往上走 那这个重力井它是怎么解释的 其实游戏里面没有说的更详细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感觉 啊这里有东西 全是垃圾 但是这路上的话也是会有一些remnant 这些机器人 一下子 一下子 对 这些故事的话也许是真的说不定 一下子眼界又开阔了 原先来到哈巴尔的时候 第一次来到哈巴尔的时候 这个地方还以为 啊 嗯 嗯 是个很小的地方 就是说 像一代的一些星球一样 你在上面做几个任务啊 你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做几个任务 就没有下文了 没想到走到后面的话 还是有很多内容的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也会有一些 呃藏在祭角嘎啦的一些箱子 啊这边有一些 有些机器人 这边的这个机器人 就不是我们先前这个生出来的 这个 Assembler生出来的一些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的话 本来就是在这里存在的 你还打啥呢 哦 他身上还掉一个强化组件 可以 很少也像这种小敌人 会掉这种强化组件啊 一般都只会掉垃圾 顶多掉一个武器武器配件 而这边有一个 Angara的雕像 这边少不了 之后 呃 我们之后遇见那些闲者之后 应该就可以少到一个雕像 这边有些花园啊什么的 里面都是些植物 这些植物跟我们在 跟我们在 呃第一次进到 EOS上面的第二宝藏库 那个感觉有点像 没有 没有阳光的话 他们也可以存活 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 其实也没什么阳光 最常都是 黑的天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解谜区 其实我希望 其实我原来还是 有点期待像那种 地下宝藏库的话 也是有像这种解谜的 不过很可惜 游戏里面就这么一个 就是可以算上解谜的一个地方 好 这边有一个 诶 有控制台 这控制台就可以把这边路打通 当然得回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可以搜刮的对吧 都在这种角落里面 这种阴险的角落里面 所以说游戏基本上到后期的话 我一般都不担心 需要买什么材料来制作武器 或者装备 真的真的 真的我自己感觉 自己捡的东西完全都够了 这边有个Observer 还有个谁 感觉在上面 哎呦 卧靠 原来在这 太阴险了 幸亏有个小球救我 因为 工程师这个小球的好处就是 敌人如果靠太近的话 会把敌人暂时麻痹一下 你就告诉你旁边有敌人来 也算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提醒吧 当然其他每个profile 就是每一个 头衔的好处呢 都有各自的好处吧 所以说游戏里面 其实玩士兵的话 真的是好划不来 哈 士兵的这些好处 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全都是兔兔 全都是兔兔加成 当然喜欢玩兔兔的 就当我没说过这话了 这个少不了 游戏的其实战斗系统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夸赞 因为 就是游戏里面编剧能力的话 可能就是 比前作要 确实要欠缺一些 对 这个游戏的剧情 其实游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质量效应系列里 一直都很注重剧情 所以我 嗯 以后的话 如果是能把这一块重视起来的话 应该是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好 而且对于这个任务多样化的形式的话 其实我觉得 审判 其实做的还好一些 尤其是龙腾世纪审判 游戏就是说 在一些任务上面 其实是多样化一些 就是说我说的是主线啊 知线的话 审判的知线 可能是被很多人都 嗯 喷了很久的 我自己其实倒无所谓 其实 游戏里面毕竟 审判里面自己的知识点啊 或者是一些百科 我觉得写的还是 非常好的 就是说 能够 值得让你去深挖这些知识 然后在 既然效应 这个仙体座里面的话 可能就稍微欠一点 所以说剧情 和玩法 同样重要啊 不要老的 跟我们讲外星人嘛 所以算是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不是 既然是我们外星人 当然是有自己 的小 小九九 对不对 哈哈 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 这么快就能够 翻译到我们的语言 嗯哼 嗯哼 反正他们是想 就算是他们想找回 就是说 开启第三个封碑 然后 让这个星球的生态平衡 但是 他们 其实并不知道第三个封碑的位置 或者是说 没有人会记起这个 有这一段记忆 但是你们也不能放弃 你只是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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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你的生态 你不想要它 一小匹 分别的想法 从干 你问 你问 人能给 你 的记忆 存在一组 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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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不确定 我们相信 在一组 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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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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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is 是 Soro 是 由 Z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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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管这种记忆继承叫做转 其实应该是跟转世差不多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 用科学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基因记忆 也就是记忆都埋在基因里面 然后一代代传下去 那么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说 跟刺客心跳里面的基因记忆 可能有点相似啊 就是说可能是这种感觉 他们就把这个当做 就是叫做轮回 所以说 你可以让一个灵魂来 记得这些事情吗 这个走来的话就是 原先来开启的前两个封碑的人啊 但这种基因记也是很 很特殊的一些情形 很少见 现在我们Zorai他的灵魂 他的所谓的灵魂宿主 又跑到了这个星球上面来 但是他已经是个洛卡 我会把你提供的规则 我们承认了哈沃尔和罗斯的因子 但可能现在 有希望 是什么 哎 真的是这个 说的有点玄幻的 但是也不是不能解释的啊 好 现在能说能少的雕像在这里 这是安嘎了的一个 Sculpture 雕像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记忆区块 一层的父亲的记忆是现在能够充满了 回到HIPERION 去追换更多 那这里的话也可以去回一个前哨战 当然我之前也介绍过ROKA ROKA的话大概是仇恨一切外星人 不管你是友好还是不友好 他都不相信你 但之后关于ROKA的话也有一部分的剧情 之后会来解释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再问一下这个 第一阶段 你还在这里 我看 可以问一下这个轮回转世的事情 脑子在很多生命中 看着不同的眼睛 它会获得知识 你怎么会变成如果你不记得 脑子的脑子不像脑子的脑子 记忆没有必须 让这个心肌发生 一些甚至讨论 旧记忆是一个不欢迎的迷惑 一个人可能被固定在什么 而他们的心肌会变成坏 嗯对他们所说这种灵魂的话 就是相当于一个一个已经有了一个人格的一个一个个体 然后又加入另外一个记忆会让一个人非常的困惑 或者是老是被这种记忆分心啊什么 但我先相信说是碰见一个家传宝物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让这种以前的记忆觉醒 这可以谈一下 嗯像刚才这种记忆觉醒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但是看他这个描述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就是基因记忆了 然后问一下关于这个Zorai的事情 既是战士又是学者 他说当Zorai出现的时候他就开启了第三个奉陪 前两个的话是在10个月之前开的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下开启了两个 但是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就没搞定这个事情 咱是水河和安律 我们一直有在 当Skirtin游戏的整个社会之后 四个家族的一些Angara就留在这个地方 其他人可能就找其他地方去生存 当然也说这个Hagara原先本来就是Angara原先的家园 你覺得你第一次跟阿瑪的說話有什麼? 第一件事情不應該說了 當然這些阿恩格拉他們都不相信我們 沒辦法 但說這些第一賢者的話不應該跟我們說話 我只知道 在生死的時候 我們暫時遭遇到一個機會 我不會再看阿瑪阿瑪 是她的一個姐姐還是妹妹 阿瑪是病了 他沒有太多病 阿瑪遇到這個任務 如果他們去Pan 我... 我姐姐 阿瑪 她在生命中和生命中 離開後 我們就把這個小任務接了吧 反正 我失去姊妹 最後 我身體會不可以 家庭 但最接近 回來不太方便 然後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像這樣的這些通訊儀裡面 講了一些東西 但是其實 對於這樣孩也沒什麼太重要 他們在上課 然後這個學生的話 覺得還不錯 我不想...其實他應該是不太想聽課的 我們就說 這孩子應該需要休息一下 放棄 走 過 討論 某 不是 分 1. 很多我們的發展都被驚訝了 Remnant 藝術 Remnant 藝術 那些藝術在哪裡? 那些人仍然存在 都居住在IAS的寨廠 但是 雖然有謊說 這些人長得更猛 那些藝術在野生植物裡的一些遺物 那些人都沒什麼好看的 只是一個直線任務看著就完了 你在幹嘛呢? 啊 很好 我想和你聊天 你怎麼能用 Remnant 藝術 純粹的運氣 或者說 我們有個AI 告訴了嗎? 即使他們可以讓一些 Remnant 科技為己所用 但是 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原理 即使你只知道樹 可以熟成 结果子 但是你也不知道树为什么可以结果子 知道怎么用就行了 A dying planet 这个onhold的话 是之后好像是去Vold上面的一个任务吧 我们该问的也问完了 直接去他所说的这个Roka所在的地方 当然我们就是Roka所在的地方的话是 我们之后又通过了一座桥 因为我们先看一下有一座桥坏了 对 我们现在就不用从这里直接下去了 太麻烦了 我们可以直接 用传送点过去 之前那些很多很多小任务其实都还没做 到时候会慢慢做的 如果是按原路返回的话 刚才那个其实也太花时间了 像这种遗物的话这里就可以少到一个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地图里面有比任务需要的多一些的这个移物 所以说随便少一少都可以少得到 看一下 Roka在这里有很多个营地 除了我们从桥对面的一个的话 还有我们 还有我们刚才就是刚才任务点所在的地方 我去 我说你这射线不是吧 可以穿过石头来揍我 太作弊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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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堆敌人要打 哦我去 Roka Roka攻击率特高 两枪 两枪破盾 你打谁呢 我靠 谁 你怎么会跑我后面来 这 这敌人怎么会一下子跑后面去 不太懂 不过他这个球有时候破的不是实际啊 不过他这个球有时候破的不是实际啊 哎呦我去 不要太无赖我告诉你 你也以为我看不见我就打不到你 我去 刚才是不是有 我 我靠 哎呦我去 我好说胡枪 我好说胡枪 嗯有狙击手 我靠 慢了一拍 我的天 这狙击手直接把我给拼掉了 直接把我定在一个地方还走都走不了了 我靠 我靠你这都可以直接 我都没看见他的子弹飞过来 作弊 不过这些sharp shooter的话从来都不会直接正面钢 他如果是你狄大太剑的话自己到处跑 不过这也是一个优势啊 你狄大太剑的话只有让他到处跑 真的无法射击 哈哈哈 还有什么 还有谁 我刚才打那么多敌人一个东西都不掉了 你觉得不太现实 不现实啊 没有弹药有个血包吧 啊 嗯好像什么都没有算了 啊 你在打谁呢 啊哈 我都不喜欢敌人突然像刚才那样 从我后面蹦出来 我去 我一下没进掩体 直接干 直接干上来了 当然我们讨压这个球有引爆连击的作用 大家其实也看见到 他好像有头熊吧 哦不是熊 好 不是熊 我上去干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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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的好处就是 诶 这有个什么 admin zero sample 哦 哦 但是少这些东西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拿15点的研究点数 少是挺少的 但是 唉 有点数也比没有强 啊 又到了一个遗迹里面 里面的东西的话可能就 嗯 又有点复杂 因为好像我记得好像 没错的话 有一个destroyer 有一个毁灭者 毁灭者在游戏里面的 还是一个比较吓人的一个 还一个remnant 科技 有机器人 垃圾箱 为什么这里会有 为什么remnant科技这些 一界里面居然会有信用点 诶 这个分配的有点不太合理 这个地方绝对不可能有信用点 原来银河系的人来都没来过 怎么会有信用点在这里 嗯 他说我们是不是相信 暗嘎尔中间 我所说的这种轮回 然后他说 他相信 他相信轮回 但是 但他不相信 就是 不是 像 Asmers 他那种信法 也许是一个东西 也许不是 OK 这个控制台控制好多个门 好多机器人啊 好多机器人啊 我去 直接没学了 刚才那小机器人还真能躲啊 我靠 就那麼一點血都還不死 還好還好 大難不死啊 這地方之後也是一個小隊員一個自己一個小隊員的一個任務也是PV他任務會來的一個地方 這好像是個岔路吧 哦這是我們來了的一個地方 反正兩邊都可以走 我們走這邊吧先 因為我們從這邊走過去繞一圈其實又回來了 這邊也可以掃哈 哦這裡沒有東西 一堵牆 看來要繞好大一圈啊 但如果是我們出了這個 出了這一塊地方然後 又回來的話敵人也就全都刷回來了 有一個人 今天也不是很小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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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我記得第一次在這邊打的時候好像還掛過 可能是因為衝太快了 沒意識到其實這後面還有敵人 這個掃過嗎?應該是掃過的 這個remnant的科技裡面的概念確實還是很不錯的 如果關卡設計解謎做得好一點的話我覺得也好 不過我估計也有人會說反對說他們有時候不太想解謎 這也很正常 這個Destroy的話還 挺嚇人的因為 因為他如果靠近的話那就真的很嚇人 先把他的大炮打掉趁他靠近之前 躲在像這樣厚的掩屏裡面他倒是不會那個什麼 趕緊走 他小機器人出來的時候會 趕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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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機器人出來的時候會 趕緊走 趕緊走 抓住 喇 ahora 我得找個人回下雪 快打 不然我又得死了 如果被他的炮直接打中的話 應該就直接跪了 沒有解決的方法了 等他打炮的時候 我們才能在他進行攻擊 否則的話他根本是無敵的 不過他兩個手臂打掉的話 其實應該還好 就怕他兩個機槍 我對還沒掃他 好好好機會 他死的時候會自爆 哎呀怎麼給我這麼邪的東西 太沒誠意了 受不了 傷心透了 我覺得剛剛這裡的話 好像有一些彈藥可以拿 吃個血也行 找一下彈藥吧 彈藥好緊缺 當然真正完全完全沒有彈藥的時候 遊戲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補給品叫做 Overdrive Pack 這個消耗品的話可以把這些血也回滿 然後也可以把這些彈藥全部都回滿 也是一個應急措施吧 這個地方還有個小房間可以打開 但是這跟我們之後的這個 這跟我們之後批比的個人任務也有一點關係 所以說之後我們也可能還會再來 所以說之後我們也可能還會再來 這麼大個箱子 就給這米這麼一點東西 太沒誠意了 哦這裡有彈藥 失誤了 但是這個的話可以發現一些 一些其他種族或者是我們自己營和系種族的一個箱子 不知道這個為什麼會在這裡 拿到這些也有人來過嗎 拿到這些也有人來過嗎 這裡也有敵人 小心一點 欸我去 我想躲旁邊去啊 這怎麼老怼我 天哪 哦這裡有個Nolify 初七這個還比較好打 我到後期的話根本打不動的關鍵集 哦 糟了 剛才Nolify也沒少啊 這場就忘了 少苗其實還是一個習慣的 但是我玩了這麼久經常忘了 沒辦法 可以看呀他這個到底是開哪兒是吧 他把上面一些平臺給打開了 應該說 應該意思就是說我們可以往上面爬 然後找到一些東西 這個地方的話我們把這開了之後其實就可以回去了 就用一個門打開了 那我現在就說其實這兩條路是通的 嗯 但我們現在開了平臺的話應該可以上去看一看 欸 為什麼沒上去 為什麼沒上去 嘖我的天 上去啊 剛剛不是8挺好的嗎 怎麼連第一層都上不去了 啊 這邊還有一層 反正從這個地方的話一直可以到樓頂 到這個頂部 哦兩個箱子 我還以為有啥 是吧 啊 嗯 也就是說從這個地方 或者從剛才那地方都可以下 兩個 兩個 兩個平臺都都是一樣 這裡有個門的話應該可以 拿到我們的遺物 搬到的這裡 藏在這種地方 橫山這樣 古老的屍體 Angar remains in the advanced state of decomposition 我已经高度腐化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data drive The data drive is old, has been exposed to the elements and most of the data is corrupted 多数数据的话已经损坏了 然后这边也提到的Zorite 他是一个知道如何去掌握这些Remnant的科技的一个 一个人,一个英雄 然后他手上也带了一个像手套一样的Guntlet 一个东西 所以说也许这个东西会有帮助 Zorite's Eolone Once belonging to the champion called Zorite The Gauntlet appears designed to fit an Angara hand and intricate web of circuitry and silver contacts run over its interior and exterior surfaces 这个地方的话就好像是一个 这个这个手套的话就像一个 一群那个电线里外都缠绕的这种东西 因为大家知道Angara它这个身体结构的话 也是带有一些电流的 Guntlet? Smashed though Inside started with contacts could have been used for some kind of input Now to Tavos I'm curious to see what happens 嗯 比较好奇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把这个交给我们的第一选者的话 那么这一期的话差不多就结束了 我原来还想 是不是把这个星球的任务做 就是做完了之后 然后再 这一期可以把这个星球的任务做完 不过我估计的话可能还要一两期吧 不过我这个星球里面的一些 事情还是有点意思 我们回到了地表 啊 那现在那个Jaw 说的是把这个东西直接交给Roka 跟第一选者就没关系了 那好吧那我们这一期的 这一期的就到这里吧 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的话就是去 Roka的这个营地里面去找我们要的 找的那个人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